听说一次就能分开这两颗钉子的人,智商都很高,这是一道哈佛大学的思维训练体,在大部分人眼中都认为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,两颗钉子并不是封闭的,都有缺口。 但假如你想从缺口死拉硬拽出来,就会发现钉帽的设计刚刚好就卡住了出路,看到这,你还能想出什么办法让钉子完好无缺地分开吗? 很多人一辈子都不能理解的事情,有的人几秒钟就能领悟,就取决于平时有没有做一些思维训练,你们注意看,让右手钉子倾斜倒下,一直往前推动,两颗钉帽就能相互错开,紧接着逆时针旋转180度从缺口出来。 你是不是以为这就完了? 不不不,钉子还是被卡在里面,一只玩具非常考验耐心,右手再让钉子倾斜倒下来,再次围绕左手钉子转一圈。 往往成功的关键就是谁比谁更能坚持下去,你觉得这里能出来了? 依旧是不行,要把右手的钉子一直旋转,直到两个钉子间间会合,这样才分开。 如今的孩子只对电子产品感兴趣,不爱接触枯燥的知识,这个时候父母可以引导孩子玩一些意志玩具,锻炼脑力,空间想象力,专注力以及耐心的培养。 这款智力结构24件套玩具,造型看似简单,玩起来却极具挑战性,符合数学逻辑和几何原理,会在不知不觉中锻炼孩子处理问题,解决问题的能力,为之后融入社会打下了基础,快点击左下角安排一套。